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方琳RN与阿N频道 今天阿N就会和大家分享,文千岁的戏剧人生 文千岁原名叫做王富华 是1940年出生,出生于广州的潘雨 文千岁出生于一个戏剧世家 他的功底相当扎实,文武全彩 他的声线又甜润,唱康就潇洒自语 他的唱功一早就受到行内行外和观众的赞赏 他曾经拜过高虎大师余奇伟教授的门下 学习高虎,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粤剧艺人 文千岁曾经演出过的长剧超过一百套 最著名的包括胡不归、大闹青竹子、三戏周瑜、 呂布与雕蝉、西施、唐公恨史、梁竹恨史等等 另外一些摺子戏包括李宁困谷、秦琴卖马、 易馆连香、山东响马、醉打金枝等等 都是相当精彩的 文千岁曾经灌录过很多粤曲唱片和录音带 数量超过一百八十多款 可以说是历来曾经获得《潇洒康曲王》的美誉 他曾经获得过金唱片奖、云雀奖、粤剧艺艺术家 贡献奖状等等很多荣誉的奖行 跟着跟大家分享文千岁的演出履历 文千岁九岁开始拜北派的老师 杜亭智做师傅 学习打关斗的丰富 十三岁就专学粤剧 得到黄涛、刘少荣、萧浦云、何湘子、陈锦堂、黄雪坤、李少鹏、粉菊花、梁醒波和陈铁一 等等这些名师悉心教导 所以他亦有神童的美誉 所以文千岁的功底相当深厚 因为由以上可以见到 他有很多师傅教过他 文千岁早期擅长唱《陈销峰》的《康口》 最擅长的首歌是《三百临钟》 后来唱康方面借鉴了中云山和陈销峰 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个人风格 文千岁的喪音相当清丽和明亮 而恒康是瀟灑、流畅、寻微浓浓 他曾经灌录过彻月曲的唱片和合带超过一百把十款 也曾经参与过电视剧集的演出 他曾经参与过电视剧集 包括《陆剑鸣》、《天龙缺》、《电影》、《云拍吴齐》等 由七十年代开始,他除了唱粵曲之外 也跟着潮流改变,兼唱粵语流行曲 也曾经替《丽的电视剧》《七世因缘》 主唱了一系列的主题曲和插曲 而且相当流行 文千岁早年曾经以尤若龙和小千岁 这两个名字来做艺名 初初他加入了《人之初》剧团 这剧团全部的艺园 都是由四岁至十四岁的小朋友组成 这些是以前所谓的同班 当时文千岁参加这些同班 用小千岁和尤若龙来做艺名 他曾经参加过黄金剧团 大荣华剧团等等多个剧团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文千岁和太太梁绍心组织了千岁剧团 远赴美国、加拿大等地巡回演出 一直到1984年 再改班 把班名改为傅荣华剧团 继续在香港演出 在九十年代之后 在九十年代之后 文千岁更加频频回到内地演出 在九七年他就加盟《顺德乐剧团》 在广东各地的城镇献毅 而且相当受到欢迎 之后他再以傅荣华粤剧团的班牌继续演出 而且和梁绍心成立千岁粤剧研究院 和千年心青少年粤剧团 另外还有一个心连心的戏曲瓦剧 专门来切班授土 文千岁在2006年和2007年 这两年先后带领千年心青少年粤剧团的 一班小演员去新加坡和加拿大探访演出 然后在2009年11月8日 在他的生日会之中 文千岁和他的太太梁绍心 对外公开地说 他们将会在2011年2月正式荣休 在2011年2月23日 文千岁和他的夫人梁绍心 在粤剧学院的结业演出 完毕后宣告结束他们长大六十年粤剧生涯 正式收山 并且他将他们的戏服行当 赠送给自己的弟子黎耀威 然后在2011年3月13日 文千岁和梁绍心 就在粤剧学院十年弟子和好友的送别之下 就离开香港远赴美国定居了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文千岁的戏剧人生 分享到这里暂时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Lam频道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文千岁的演艺生涯 好,拜拜